生肖狗,大金狗,你们性格精明能干,有领导才能,但早期可能会有小人纠缠,健康不佳,因为自己的小聪明和小心眼影响了局势,让生活陷入了困境,运气不佳,不顺心。 但从4月9号起,对于属狗人来说,天降福气和财气,人生大反转,老天照顾你,祝贺你,未来前程无量,生活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告别奔波为生活而忙碌的日子,工作和生活都会顺风顺水,富贵荣华,桃花朵朵。 属狗人精明能干,天生就有领导才能,男女都很聪明明智,经过新年一时的建新,接下来的生活将会是云开见月明的。 在4月,属狗人的事业运势像是开了外挂一样,沟通顺差,容易得到领导的器重和认同,获得力挺和支持,业绩会有大的提高。 属狗的人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从此不愁缺钱,4月9号财运亨通,小人难以侵害,财运大发,朋友多了路好走,即使面临困难,也能够迎刃而解,大富大贵就在身边,不需要付出太多就能得到满意的回报,幸福的日子正在向你走来,把握好运气,必有好收获。 属狗的人较为虚荣,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办事细心大胆,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知道,人际关系宽广,办事方法多样。 4月9号喜事不断,获得福兴的庇佑,财富运程急速提升,只要他们努力工作,今年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4月9号可能会签下一个大生意,并得到领导的认同,即使有些想给他们使绊子的小人。 生孝龙 生孝龙的人通常聪明伶俐,成功后也不会变得骄傲自大,反而更加踏实认真。 在2023年,蜀龙人在4月9日得到极星辅佐,爱情和事业都顺利,财运也旺盛。 如果想要找到另一半,就要注意细节,给人好的第一印象,并展现出成熟稳重的形象。 蜀龙人的运势很好,注定大富大贵,喜事多多,孩子也会有出息。 蜀龙的人通常聪慧刻苦,智商和情商都很高。 在2023年,极星映照,蜀龙人的运势非常好,财生环绕其身。 在4月,天德极星会带来好运,家庭财富也会增长。 蜀龙人在4月9日的财运也会很旺盛,桃花运也会来临。 如果想找到另一半,就要展现自己的优势吸引对方。 这样桃花运就会帮助他们找到良远。 蜀龙人的财运也会很好,将来事业和感情都能取得成功。 蜀龙的人性情刚毅,对人也很友好。 在2023年4月9日,年,年生的蜀龙人阳气汇聚,五行火相助构建火生土相生局。 当机遇来临时,钱财就会源源不断,蜀龙人也会广结善缘,得到贵人相助。 在接下来的4个月,蜀龙人可能会经手一些重要的项目,要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透过不断的努力和经验累积,蜀龙人定能富贵满堂,过上幸福而光辉的生活。 生肖蛇,大金蛇,对家人和朋友都非常体贴细心,特别擅长和异性相处。 善于变通,让人感到安全舒适。 蜀蛇人已承待人,因此异性缘分极佳。 对于生肖蛇的人来说,4月9日将是喜气洋洋的一天,财运大开。 如果抓住这次机会,将有丰厚的回报。 未来的运势将会逐渐转好,一切顺利,财富不断增长。 单身者也可能会遇到真爱,发挥自身优势,为自己找到稳定的感情。 情场上风光无限,事业也顺风顺水。 蜀蛇的人勇于开拓,敢于承担,从不缺乏好运气。 通常随年龄增长,他们的福气也越来越大,人生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在4月9日,蜀蛇人将得到上天的赐福。 运势强劲,能够迅速掌握各种情势。 出色的工作能力让他们成为做大事的人才。 这样出色的蜀蛇人获得好运气的眷顾。 吉星拱照,步步高升,福财持续。 无论做什么事都拥有好运气。 好运势的陪伴让生肖蛇的人可以取得成功。 事业有成。 进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 生活无忧无虑。 人生充满丰富多彩的道路。 从4月9日开始。 蜀蛇人的红运当头。 好运降临。 关禄工和夏才吉星都照顾他们。 如果抓住机会。 将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 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富贵和荣华。 人算不如天算。 4月份的运势将会带来好运气。 生肖蛇的人将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 晋升调薪。 奖励金增加。 财运不断增长。 生肖马。 鼠马的朋友在处事方面比较稳重。 性格强悍。 给人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 但祸福相依。 人们往往可以预判自身的遭遇。 鼠马的人在4月9日的运势非常旺盛。 运势有力。 可以抓住机遇翻身。 解决财务困境。 甚至能赚大钱。 鼠马的人挣钱能力和工作能力都是一流的。 但由于喜爱交友和帮助他人。 存不下钱。 不过随时间地推移。 人们会认识到你的好处并帮助你。 因此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把握机会。 财富会突破。 生肖马的人喜欢踏实做事。 稳重踏实。 不会盲目追求欲望。 在4月。 他们将会收获满意的结果。 有贵人朋友的帮助。 事业和爱情都得新英手。 财源滚滚。 在4月9日。 熟马的人会得到好运气的照顾。 命运有大幅度提升。 财运更是旺盛。 收益丰厚。 大喜事不断。 财运大好。 在工作中。 他们更有可能得到领导的重用。 让财富轻松获得。 收益飙升。 此外。 他们的命中有玉堂吉星和三台吉星的守护。 好运连连。 展现才华更能获得破格提拔。 事业大有作为。 此外。 生肖瓦的人性格独立自主。 勇于接受挑战。 不怕困难。 有顽强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是颇具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四月将会是鼠马的人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 他们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机遇和挑战。 这些机遇和挑战或许会对他们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如果能够把握住机遇,并善加应对挑战,那么他们的事业必定会迎来更加繁荣和发展。 同时,在感情方面,鼠马的人也将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想要找到真爱,他们应该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不要害怕冒险。 在四月九号,鼠马的人的爱情运势非常旺盛。 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将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在感情方面,鼠马的人要保持真诚和信任,不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样才能够建立其稳固的爱情基础。 总的来说,生肖马的人在四月份。